平時想偷懶又要煮飯餵把家裡幾個化骨籠 我就會煮電飯煲焗味化 輕輕鬆鬆一鍋熟就搞定一餐 買雞腿起肉做雞肉炸菜焗飯 雞骨用來煲木瓜雞腳湯 簡單來又好吃 首先去市場買新鮮的大雞腿 38元2個大家說貴不貴 順便叫老闆娘幫手把骨和肉分開 再買幾個新鮮的雞腳和木瓜 和雞骨一起煲木瓜雞腳湯 這樣骨頭也不會浪費 煲湯就最簡單 加多2個麥魚肝和雞骨雞腳一起煲 就更鮮甜 將屏幕上的材料全部放進去 加水大火煲滾轉小火煲1小時就OK 雞腿肉切成小粒 容易熟又入味 焗之前先醃醃 具體配備看屏幕 炸菜用一粒粒口感就更爽脆 將拌均勻就OK 沒有骨頭的味飯阿女最喜歡 煮焗飯用泰國香米煮就香口很多 最近就吃這款慢炸龍排香米 在泡泡平台就可以落單 你看這種米粒細長 聞你身有一種獨特的清香味 就是好東西 煲出來的飯粒鬆散Q彈 用來做電飯煲焗飯就適合 做焗飯就比平時煲飯少一點水 用煲飯程序先煲15分鐘 這時候水分就剛剛收乾 開蓋之後將雞肉全部鋪上去繼續煲 我家電飯煲程序就是30分鐘左右 飯有時間都未熟 如果家電飯煲煲得比較快 就早點開蓋放材料 煲飯程序完成之後 不要急著開蓋 再焗多幾分鐘 最後灑灑迷人的蔥花 將拌均勻就大功告成 這個雞肉焗飯真的香到不得了 看到都流口水 這時候湯都已經煲好 加少少鹽就可以喝 這樣就輕輕鬆鬆有飯吃又有湯喝 簡單方便營養又均衡 米飯獨有的清新香味 吸收了雞肉的肉汁精華 四身口感柔軟香滑 米飯粒粒分明 夾著雞肉和炸菜一起吃 真是淡淡肉 沒有骨頭給小女兒吃都很放心 我是小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點個讚